世界上十种沙漠中最致命的生物 第一名可以瞬间击杀一百名成年人 你敢相信吗 你知道蛇死了还能咬人吗 沙漠疆域之大无奇不有 更是危险重重 不知有多少人类沉入沙底 本期《地球最top》 将带大家一同探索世界上十种沙漠最致命的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 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南非求鱼西 这是一种生活在南非的蜥蜴类动物 又被称为沙地小恶魔喜欢生活在沙漠和干旱的灌木丛中 身体长度大约为20厘米长相十分凶悍 外表布满了盔甲片的存在 使得它们看起来更加强大 它们身披荆棘让众多捕食者看见它都很头疼 这种棘手的小恶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很大的威胁 但这并不代表它对别的生物带来的伤害小 第九名沙丘猫 在沙漠这种极其恶劣的地方 居然还生活这样一种霸主 毒蛇在它的眼里就只是开胃菜 它就是沙漠的统治者沙丘猫 它虽然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 但是它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沙漠杀手 你见到它的第一面就会被它可爱的外表所吸引 甚至都会想收养一指当宠物 但这个小家伙可爱的外表都是欺骗敌人的 实际上它有着一颗凶狠的心 就连毒蛇毒蟹都得对它恭恭敬敬敬的 很多人都会对猫有着刻板印象抓老鼠吃鱼 而这个小家伙就喜欢捕食鸟类 昆虫和毒蛇 猎物一旦被沙丘猫发现 它会利用敏捷的伸手躲避攻击 然后三下五出二两拳干脆猎物 让它动弹不得 所以每当倒霉但遇到沙丘猫 基本难逃一死 第八名吉拉毒系 这个家伙不仅毒体型还大 身长约60厘米 体重能到达五斤之多 拉毒系虽然行动缓慢看起来非常笨 但你可被让它抓到 不然的话你就得遭老罪了 它在吸一种类可是最毒的存在 不仅毒也就算了 就连咬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一旦咬住猎物 它们不会轻易松口 通过咀嚼向猎物伤口注入毒液 但是它们的牙齿一点毒都没有 毒全在它们的唾沫上的 它会咬住猎物 然后反复咀嚼最后唾液线 分泌毒液转到牙齿声 一点点的流进猎物的身体中 它们的毒素进入血液 会让猎物昏睡 甚至休克 但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它一旦咬住猎物的生活 就不放口了 你就算毒素不危及生命 就这样让它一直咬下去也不合适 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是多么大的伤害 你知道死去的蛇也能袭击人类吗 接下来将盘点世界上 十种沙漠中最致命的生物 第七名响尾蛇 沙漠中的死神 来自地狱的审判者 一身毒液所向披靡 其毒液足以杀死一名成年人 曾有研究人员前去检测它的毒性 令人没想到的是 它竟然还能站起来最终咬伤研究人员 最后经过科学研究得到 即使它们死亡 也能弹起身体来咬人 研究员访问了34名 曾被响尾蛇咬事的伤者表示 自己是被死去的响尾蛇咬伤 即使这些响尾蛇已经被人击毙 甚至头部切除后 仍有咬事的能力 这使响尾蛇成为沙漠中顶尖的存在 响尾蛇其毒无比 足以将人置于死地 响尾蛇的毒液 与其他毒蛇毒液不同 其毒液进入人体后 肌肉迅速腐烂 进入神经系统后 还能致使脑死亡 它们喜欢生活在沙漠或红土中 那些被风吹过的松沙地区 身体长度已经达到了两米之长 当遇到敌人或急剧活动时 迅速摆动尾部的尾环 每秒钟可摆动40至60次 故称为响尾蛇 第六名以色列金蟹 世界上最危险的蝎子之一 如果你在以色列 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沙漠和干旱地带中 一定要小心 虽然它的体型只有5厘米 正是这样微小的体型 给它们捕抓猎物带来了便利 它们可以出其不意地偷袭敌人 从而达到向猎物注射毒液的目的 你可以嘲笑它的个子低 但你如果嘲讽它毒液的话 那你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家伙在沙漠经过各种的毒打 而我们所见的温室中的蝎子 在它面前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它们的毒性在所有蝎子中 都是最强大的 强大的原因就是 它的神经毒素和心血管毒素 凭借这种令人致命的毒素 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秒杀猎物 因此使得它在各种蝎子中 真是叱咤风云 只要你被这个家伙成功偷袭 要我说的话 那就尽快赶到医院吧 当然你可能会在回家的路上 而毒发身亡 以色列金蝎性情急凶恶 雅兹必报 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荒漠毒物 有人说它被以色列金蝎咬到的一刻 甚至比100只蜜蜂钉同一个伤口还要疼 虽然受体型限制一次释放的毒性有限 但依旧足以杀死任何一个人 第五名巨型骆驼蜘蛛 我相信大家可能被它的名字搞糊涂了 骆驼蜘蛛又是什么是生物 是骆驼还是蜘蛛 曾经在伊拉克的战争中 曾一度出现这种巨骆驼蜘蛛 其身形大概可以达到30至40厘米不等 由于伊拉克到处都是沙漠 所以士兵每天被它们折磨 使得士兵状态不佳 它之所以叫巨型骆驼蜘蛛 是因为它们经常会在骆驼的尸体上出现 它们身长有30厘米 也算是沙漠中的大型生物了 面对这样的蜘蛛骆驼肯定会招架住 但要是一群骆驼蜘蛛呢 不过遗憾的是 根本没有人敢去拍摄这种蜘蛛 杀死咬死骆驼的场面 主要是因为沙漠地区环境实在是太恶劣 再加上说不定还有其他的致命生物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巨型骆驼蜘蛛和别的蜘蛛不一样 这种蜘蛛不是靠毒液杀敌的 而是自己锋利的嘴巴 它能吃下比自己大将近五倍的东西 简直就是动物界的大胃王啊 第四名非洲鸵鸟 鸵鸟在人们的印象中 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疯狂的鸟 如果将它逼入绝境 就连百兽之王狮子都能一脚给它踹死 其实有时候也不用逼入绝境 只有它觉得你的行为会对它造成伤害 或者是会伤害到它的孩子 它就会对你发起攻击 甚至不将你杀死 根本就是不罢休 它的体型堪称鸟类的巨人 平均重约150千克 站立时的高度能达到三米左右 当它们攻击猎物时 鸵鸟会用自己强有力的脚 和庞大的体型压制敌人 如果你不小心被它踢到肚子 那么极大可能你会被它开膛破肚 研究表示 成年鸵鸟的蹬踹力度达到500斤 500斤的重量通过脚趾甲 传递到人身上 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 这个家伙的视力非常变态 甚至都可看清10公里远的东西 而王牌飞行员在空中 可以看到15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鸵鸟的眼给我换上 说不定我视力就合格了 如果想要捕猎它的话 你除非是提前隐蔽 好搞一波出其不意 要不然你丝毫站不到上风 你见过瞬间击毙 100个成年人的动物吗 接下来将盘点世界上 10种沙漠中最致命的生物 第三名六眼杀蜘蛛 它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 蜘蛛种类之一 不过还好 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的沙漠 不经常和人类接触 如果它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六眼杀蜘蛛的毒液 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液之一 它的毒液在溶血方面作用强大 对人类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 如果你被它咬了一口 那么你就可以截肢了 再加上现在根本没有血清 来抵抗这种蜘蛛的毒素 如果你不想截肢的话 那等待你的就是死亡 据说目前人类被它们毒死的案例 只有一起 有趣的是它身为蜘蛛 根本不会跟踪猎物 不会致亡 它总是将自己的身子 隐藏在沙堆里 确保它能随时保持伪装状态 以等待猎物 它们有着非常变态的耐心 就算不吃不喝也要抓到猎物 哪怕等一年 第二名黑曼巴逊 这个家伙真是相当了得 被评为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之一 在非洲毒蛇中就属它的体型长 速度快 攻击高的死亡杀手 你是不知道它有多快 如果你把它惹着急了 就算你百米冠军 也难以逃出它的五指山 它能超过每小时 三十千米速度追击猎物 平均的体长可高达三米 如果它展开身体 也就只能两个成年男性的 身高树根的长度碰一碰 当然这还不是它最强的一面 你以为它的沙漠毒王可是白叫的吗 你只要沾上两口毒液 那威力可就够你喝一壶了 平均来说 就用十毫克的黑曼巴逊毒液 就可以杀死一名成年人 而它一次吐出来的毒液量 能到达二百毫克 这就意味着 它杀死二十个成年人 简直轻轻松松 当然被它要到 基本上也活不下来 通常在被咬后 十五分钟内立即死亡 你说这十五分钟的时间 够你能到达医院吗 曾经就有沙漠的探险家 被黑曼巴蛇咬伤 当时辛苦它的同伴 发现了及时 成功地将它送回医院 当时听探险家的描述 被黑曼巴蛇咬到 就跟喝醉酒似的轻飘飘 然后四肢无力 彻底瘫痪无法动弹 不过由于没有抗毒血清 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 第一名细林泰潘蛇 俗称内陆泰潘蛇 它又被叫成最凶猛的蛇 还有什么沙漠死神等等 它就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蛇之一 成功荣获了世界上 陆地毒性最强蛇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内陆泰潘蛇杀死两名成年人 仅仅需要一毫克的毒液量 可见它的威力不容小觑啊 这种蛇类 你可以在澳大利亚的戈壁中找到 许多专家认为 这种生物是世界上最毒的蛇 但是西林泰潘蛇 不仅是陆地上毒性最强的蛇 而且还是一次性注入的 毒液数量也较多 一次所注入的毒液 最多可达几百毫克 其一次排出的毒液 能在24小时内 毒死20吨的猎物 一百个成年人或两头非洲大象的重量 毒性极其的强烈 其毒性相当于50条眼镜蛇 被咬后人体会麻痹 最终在15分钟到30分钟内 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由于内陆泰潘蛇生活在了 无人烟的沙漠地区 很少有人招惹到它 但是照样有几例被它杀死的案例 大多是都是饲养员和捕蛇者